印度現在面臨到了疫情衝擊 當然也衝擊到他們的經濟產業 尤其是六大產業 現在更是岌岌可危 包含了哪些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原料藥 因為它跟大陸是原料藥的 主要兩大供應市場 占了全球超過21% 也因此受到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很擔心原料藥 現在是不是回來短缺 還有就是稻米了 身為全球第二大農業國 它們也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國 那麼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這些會不會受到一樣的衝擊 大家也很擔心 接下來就是這堂 僅次於巴西占量全球17% 以及這個產業就是農藥了 因為它們是全球第四大農化先產國 農藥會不會受到影響 現在還得看疫情怎麼樣來變化 以及棉花產量占了全球24% 棉花沒有了 當然紡織產業也會多多少少受到影響 尤其這一回印度的疫情 現在是急劇飆升了 那麼這些紡織服裝業 現在該怎麼辦呢 尤其是歐美的訂單 現在索性就轉向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對於印度來講 這是經濟不小的衝擊 不過現在它們得面對的 恐怕是新冠肺炎疫情 到底要怎麼樣來控制了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